这个点描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边 这里面有几个点 刚才我们讲到的 现在顺便教你们 来看一下3-2比较简单 3-2怎么讲 就是以圆点 这个圆点顺便练习一下吧 这个点 我用红色的好了 这个点叫做圆点 这个圆点怎么表示呢 旁边写上去 就是0-0 就代表X跟Y就是在0的位置 好 那我们看一下 3-2在哪边3-2 我们就以0为标准 然后呢3代表是谁 X 所以就往那边走 往右边走走几个 走三个 所以走1-2-3到这边来 再来-2呢 代表是哪个位置 Y 往哪边走 往下乘 走两个 走1-2在这边 所以这点书的答案就是 3-2 这样会吗 可以啦 好 再来-1-2呢代表什么意思 -1是什么意思 X在-1的位置 所以就以原点回标准 向左走一格 然后-2呢 往下走两格 也是一样 1-2 所以这个点呢 书啊 这个点 就是-1-2 好 然后再来 3-0刚才没讲到对 3-0才没讲3-0 就是X在3的位置 啊Y呢 Y没有动 所以这个点 就是3-0 所以你猜这个点是多少 4-0 4-0 啊这个点呢 1-2-3-4 对 -4-0 所以你可以知道 X上面的每个点 它的Y都是多少 0 所以旁边是把自己挟下去 X是什么上面的点 Y坐标为1 0 X上的每个点 Y坐标都是0 好 所以你可以举例一反三的 0-2 会是两点 X是0 对不对 动了 -2呢 往下走两颗 所以这个点就是0-2 所以你猜这个点多少 这个点 1-2-3 这点多少 30还是03 03 你可以知道说 在Y轴上面啊 它的X是多少 不是0 所以Y轴上的X坐标 为0 好 那刚才有读学问到 老师 1-2跟2-1有一样吗 没有 当然没有 我试试看看 1-2在哪边 1-2 有不同颜色 表一下 1-2这边 1-2 这里 这一个点就是1-2 那2-1呢 是1-2 是2 对不对 然后往上走一个 所以这个点是多少 2-1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1-2的位置 跟2-1的位置 有没有一样 就不一样 因为X跟Y 所有都不相同 这样会的吗 试试看吧 可以啦 好 这个你把它抄起来